好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要進入到我們的China觀察 也是今天持續請到運文來跟我們做分享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探討的就是在 前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 那麼其實呢 他先前因為參與了這個反送中的運動 有遭到了判刑 不過事後呢 他是經過申請之後是到了加拿大來讀書 但是近期他是不是必須要回到香港這邊來做報導 但是後續他是不是有在 在臉書上有做一些投文 對 他現在宣布說他已經是確定 可能這一輩子都無法再回去香港了 他確定是要流亡加拿大 那這件事情對整個香港社會 可能或是對於整個關心香港民主的國際社會來說 都還蠻驚訝的 甚至可能會有蠻多人是覺得 也祝福他有新的人生可以重獲自由 不過呢 現在港警就說 強烈譴責他棄保潛逃 批他是一生會背負著這個逃犯的罪名 我們居然看到周庭呢 他其實是過去香港這個民主運動一個領袖之一 非常的知名 而且擅長日文 所以負責呢 對外的聯繫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呢 他之前會入獄就是因為呢 這個反送中的包圍警署案被關押了10個月 然後呢 在前年的時候刑滿出獄 但是出獄之後也還有更大條的罪名 就是違反港版國安法的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 所以因此呢 他是被保釋出獄的 但是條件是每三個月要去這個 跟港警報到一次 以及他的護照 是被這個國安處給扣押的 那直到今年呢 他是獲得加拿大的這個碩士學位的 這樣錄取可以去念書 所以呢 他向國安處去申請要去留學 要申請要去離境 但是卻被要求要寫下回過書 並且被強迫的去訪問中國大陸深圳 去愛國教育一日遊 而且全程被監視還要被拍照 被打卡當作是證據 然後呢 他其實直到是他9月份 要離港的前一天才拿到他的護照的喔 那原本他一定要返港的機票的 但是他現在是決定不要再回來 不要去跟港版 不要去香港國安處去報到 為什麼 因為他說呢 他不想再被迫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因為即便這樣子他可以保證他人身安全 但是他的身體跟心靈也都會崩潰的 確實他有說到說 他現在是罹患了這個創傷性壓力症候群 以及憂鬱症 那對於他的宣佈流亡海外之後呢 現在港警跟北京當局都很跳腳的批判他 香港學育女神前眾志成員周婷 在2021年出獄後不曾公開露面 她還背負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罪名 現在宣佈流亡加拿大 今年12月に香港に帰って また出逃を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今香港に帰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決めました うつうなとあとPTSCなどいろいろなって 本当に香港にいた3年間 もう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 27歳周婷在IG發文 他被加拿大一所大学入取 為了取回被沒收的護照 被國安處要求寫回過書 自成對參與政治感到後悔 在5個香港國安人員陪同之下 到深圳一日 作為換取取回護照的條件 期間安排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和騰訊總部 被安排深圳一日愛國型 周婷透露 從不否定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一個強國要將爭取民主的人 送入監牢限制出境 要求已進入中國大陸 參觀愛國展 作為取回護照條件 何尝不是一種脆弱 而且在重點行程 被要求拍照 如果保持沉默 那些照片 或許會成為愛國的證據 那種恐懼如此有形 香港警方已就此作出回應 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際的 不負責行為 我想強調的是 中國是法治國家 香港是法治社會 任何違法犯罪行為 必然受到法律的懲處 原本香港跟加拿大 有引渡逃犯條約 但是2020年 加拿大單方面終止 而且聯合國要求 引渡協議不能涉及政治犯 TVBS新聞高子堯 陳入文綜合報導 好我們接下來要持續請教韻文的 就是在中美和不只貿易戰 他們其實對於雙方的這個太空領域的合作 也有一些限制 但是現在美國的NASA是不是有開一些先例呢 特別是針對這個長蛾五號的部分 是不是中國這邊有一些新的發現了 好確實我們看到這個就是所謂的長蛾五號 它確實有一些新的地方 因為它是2020年呢 從月球上帶回一些 就是新的月球的土壤樣品的 那一共是重達是1731克 那這也是時隔了44年之後 再次呢 人類從這月球上帶回 月球的這個樣品回到地球 而且也之前BBC說 他們帶回來的岩石呢 是相當的比較年輕的岩石的 所以現在美國NASA呢 就希望他們的國會可以開特例 好為什麼 我先看到 因為美國有一項法案叫做是沃爾夫法案 這個法案是禁止呢 美中之間跟NASA跟太空科技有關的東西 有進行聯合科研活動 甚至呢也禁止NASA的所有設施 不能夠去接待中國的官方的訪問團 因為可能會涉及到間諜罪的問題 但是也可以開特例 就是要申請到是給國會來說服 以及呢申請FBI聯邦調查局的認可之後 就能夠有開特例的這樣的情形 那你看到是根據NASA內部電流顯示說 他們已經向國會證明他們的意圖了 希望呢可以允許他們贊助的研究員 向中國來申請這個獲取 嫦娥5號採集的月球樣品 好為什麼 第一他們認為這是有必要性的 可以讓美國研究員呢 跟世界有同等的機會一起來研究 因為現在呢中方是開放的 向國際開放可以來申請做研究 以及呢他們認為這個他們採集回來的樣品呢 是NASA過去沒有採集過的地方的 所以這個土壤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質 以及呢有這個特例性 就是說這是一個專案的經費 那這個開特例之後呢 其他的地方依舊禁令還是存在的 所以不會有任何可能太過的風險 好那我們這一節謝謝韻文為我們帶來的分析 好謝謝佑萱 謝謝大家 好接下來持續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還是在大陸方面的新聞 不過這是跟交通比較有關喔 是在昨天的時候 一架東方航空的搬機是要前往這個香港 沒有想到呢疑似是因為引擎故障的關係 所以讓他們這個機身呢 不斷的左右搖晃 甚至在裡頭的乘客都是非常的害怕 甚至還有人說有人不斷的哭泣 甚至開始寫遺書了 機身座椅竟在飛行途中劇烈震動 這是中國東方航空一架搬機 乘客歷經空中生死一瞬間 下飛機的時候機長的通知了 有的視頻就散掉 當時快要降落的時候 整個飛機躲動20多分鐘 大概有十幾個女的都戀過的 寫遺書幹嘛的都有的 這是東航NU271搬機 原定12月3號8點10分 從上海紅橋起飛 10點50分降落香港 但是起飛一個多小時開始送餐後 飛機就出現異常 有乘客看見疑似引擎鋪動故障 搬機一度斷電 破降廈門機場 降落之後乘客心有餘悸 都快哭出來了 當破降廈門時地面出動消防隊待命 所幸無人傷亡 當天傍晚5點半 再度從廈門起飛抵達香港 對於搬機故障 東方航空表示歉意 但沒說明具體原因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確實這起事件 在留言區看到有不少人討論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驚險 而且坐在飛機裡面 想當然乘客都是非常的害怕 所幸最後還是順利的 破降在這個廈門機場 好 那剛在這個留言區 也看到HFS跟我打招呼 他說宥軒主播晚上好 哈囉大家 現在是6點23分 希望大家可以一邊吃晚餐 在一邊持續加入我們的直播平台 跟我們留言互動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到 現在進入到這個秋冬季節 大家都知道說流感 是不斷的飆升這個病例 不過我們來看到在大陸 不只是新冠還有出現了 梅將軍肺炎的病患 是不斷的飆升當中 而且根據香港明報的報導 有不少人發現到說 過去在新冠疫情 他沒有使用所謂的健康碼 但是現在居然在北京 還有成都 廣東 各個地區都開始繼續使用 廣東網友發文 講個鬼故事 綠碼回來了 成都網友也跟著發 健康碼重現江湖 字字句句都能感受到大陸民眾 對疫情期間管控人員出行的 健康碼再出現 在大陸疫情管控期間 如果你的健康碼不是綠色的 基本上像飯店 醫院 還有公共場所的室內 都是不能進去的 今天嘗試登入我的健康寶 是沒有辦法顯示健康碼 那麼在沒有健康碼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走進 北京的兒童醫院 北京兒童醫院患者不少 許多小朋友都虛弱的掉著點滴 但員員進進出出 除了既有的安檢外 管理人員並沒有要求出示健康碼 也沒有任何標示 新增進出規定 再走到過去 也要檢查健康碼的百貨商場 一樣暢行無阻 通勤族主要交通工具地鐵 也沒看到工作人員檢查健康碼 像現在去超市醫院什麼 有看到有人在檢查健康碼 沒有 都沒有就可以直接進去 直接進 在大陸梅將軍肺炎患者 聚增的情況下 香港明報報道 健康碼在全都 廣東 北京等地重新啟用 但實際走訪北京人潮聚集的場所 並沒有看到報導提到的情況 就在健康碼復活話題 引發網友焦慮後 全都市民熱線也做出回應 北京疾控中心通報 一週內有16種法定傳染病 72475例 病例數前兩名分別是流感和新冠感染 大陸國家衛健委日前記者會強調 近期流行的呼吸道疾病都是已知病原體 並沒有發現新病毒 TVBS新聞程序 還是有很多病毒存在的 所以口罩最好是戴緊緊 而且勤洗手也是比較保險的 那麼呢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到的 還是發生在大陸 也就是藝人五月天呢 他們近期是到大陸舉辦了巡迴演唱會 不過卻引發了爭議 因為有網友質疑說 他們是不是在對嘴假唱 不過對此呢 這個音樂公司也出面反駁 歌這個乾杯 第一句 它這個是真唱 剩下的這首歌都為假唱 用電腦標出音準 一句一句聽五月天的歌 大陸博主麥田農夫日前上傳影片 質疑五月天是假唱 共進五月天在上海的演唱會 十二首中有五首都是純假唱 見面影片一出就引發網友熱議 五月天作為亞中天團 今年在世界各地都開過演唱會 十一月在上海開了八場 卻被爆出假唱 大批歌迷湧進五月天所屬 相信音樂的微博 要求公司盡快出聲闢謠 而大陸官方單位也在三號初步回應 根據陸媒報導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 回應會將情況記錄下來 如果後續涉及調查 會在官方平台公布 對中一名工作人員也表示 五月天今年在北京舉辦的 六場演唱會上 皆有安排幾名執法人員 在現場監督 主要監管表演曲目 和批審內容是否一致 而巧合的是 相信音樂也在三號晚上 PO出十二月七號的巴黎演唱會 將會全場直播 甚至hashtag 五月天邀你見證現場 似乎就是在回應夾唱風波 邀請不管是不是粉絲 都能其而見證 TVBS新聞林玉哲 林玉文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